您现在收看的是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金融市场实务 各位同学以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收看我们金融市场实务课程的播出 今天来到我们第13讲次 一样是外汇市场实务 这是外汇市场的第二个单元 我们将针对这个会议的部分 做进一步的说明 那跟我们一起探讨课程内容的 是我们的郑天宇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郑天宇老师 那我们这个这一章节也是外汇市场实务 但是这一章节讲的跟我们的生活上 会比较习习相关 谢谢 好 谢谢郑老师 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的课程的内容 那我们通立这个开场白 我们用一个金融市场的格言来引导我们这次上课的一个内容的开始 今天的市场格言 The dollar is our currency But the euro problem 这应该是千古明年 翻成中文 美金是我们的货币 但却是你们的问题 这是1971年 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 John Colony 这个财政部长 说的一句话 这一句话 看起来好像是美国人很不负责的感觉 不过想想 其中有它一个道理的存在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70年代 民国历年代开始就碰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夜战 那这个战后 美援一直用它这个Brandon森林会议的一个机制 在控制整个一个社会 在主导一个整个国际的社会 那这个60年代 一开始的夜战 一直达到这个70年代 这个美援 它的一个价值性 又碰到一个所谓特离婚矛盾 学过国际贸易的人 大概有知道这个理论 它意思就是说 美元你要安定 但是要有流动性 那不印钱的话 就会比较安定 那印完钱的话 流动性就会比较高 那这种平衡的结果 美国还是考虑本身的一个利益 它就为了应付夜战 为了应付财政的赤字 一直印钱出来 那造成很多CEO 拥有这些美元资产的一些 这些金融机构得到一个很大的损失 那这1971年有一个历史的事件 就是尼克森冲击 那从此以后 因为它把这个本来美金 是可以兑换黄金这样的一个机制 把它取消掉了 所以这个尼克森冲从此以后 我们尽量在这个学理上 说明这个USA dollar USA dollar 我们尽量不要讲成美金 因为它从1971年之后 美金就不能兑换黄金了 所以我们尽量讲成美元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这个国际一个货币战争的一些问题 我想等一下有空的时间 我们再多几个例子 来帮助同学了解美元 它在一个现在美式资本金融主义指下 它的一个角色的扮演 以及它一个长前国家的一个 形成的一个根本的一个金融的掌握的一些事件 都可以透过这个外汇市场的一个探讨 来了解实质上 这些政治的一个角力的一些问题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学习重点 同样有这三个重点 好 我们的学习的第一个重点 外汇汇率的基本认识 第二个重点 汇率变动 对一个国家经济的一个影响 第三个重点 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 它的一个历史进程跟走势 以上三个学习的一个重点 跟同学来做分享 第一个学习重点 外汇汇率的基本认识 那其实在我们的第三讲次 也针对汇率跟利益的部分 做了一些基本的探讨 那我们今天再请郑老师 由于我们今天 Fox在这个Borrent Exchange Rate 这个汇率的部分 请郑老师能够更生活化 跟实物化来说明 什么叫做这个汇率 它的一个基本认识 请郑老师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到 外汇所谓的汇率的定义 什么叫汇率 那汇率的话 它本身来讲可以这么讲 它就是购买一个苹果的价格 那个苹果如果你把它变成是 外国货币 那就是购买一个外国货币的价格 这个叫汇率 当然在我们的定义里面 也可以这么说明 就是两国之间的货币的兑换比例 这个是外汇 那有关于汇率的报价方式 我们一般有两种报价方式 那第一种报价方式 我们称为直接报价方式 那在直接报价方式的话 当然就是以对方的外国货币为主体 那也就是说我要买对方的一个苹果 我到底要付本国的货币为多少钱 这样的一个思考模式 所以我们对于直接报价 我们又可以称为所谓的应付报价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我们要买对方的一个苹果 我们必须应付它多少钱 这个叫做应付报价 相对的它也可以称为价格报价 为什么 我们要买一个苹果 我到底要付多少钱给它 这个叫做所谓的价格报价 那全世界大部分的国家 除了欧元或是英镑 纽币 澳币等 它不是用直接报价之外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用直接报价 那接下来我们跟各位谈到 第二个报价方式就是间接报价 那间接报价是以本身 自己的货币为主体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这么讲 它是什么 表示一单位的本国货币 所能兑换多少单位的外国货币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思考方式 也就是说 当我要卖一个苹果 我可以收到多少钱 那这个也就如同一种应收报价的一个方式 所以间接报价就是称为应收报价 当然又有一个称呼就是说 它就是数量报价 也就是说 我一单位的本国的货币 到底我可以买多少商品 所以它叫做数量报价 那在实物上 如果我们用直接报价或间接报价 各位同学一定很容易搞分 更何况全世界的外汇的成交量那么大 那你等一下说直接报价 等于说间接报价 那很容易很乱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的看有关于汇利的方式 就是把一般来讲 就是前面的货币 我们把它当成所谓的商品 那后面的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有一个所谓的斜线 这个斜线就是等于的意思 它这个前面商品 那分子的话 就斜线 也就是它是一个价格 所以一般你如果看到欧元 英镑 以及纽币澳币 它都会在美元的前面 那其他货币 各位就可以看到 它是在先有美元 斜线 日元或是美元 一条斜线 相对于所谓的新台币 或是韩元 那这个东西就是直接报价 这个各位同学必须要看得懂 因为看懂汇率 是你进入投资的最基本的条件 谢谢 好 谢谢郑老师详细的说明 我想我们一个迷思 就是在一个地方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买一单位的这个美元 郑老师讲的 我们这是一个苹果 我们需要付30块钱的这个新台币 这种通常我们这个英镑 跟这些少数的国家 使用这个间接报价 我们都用直接报表 直接报价法 那这个直接报价法的话 这个本来是这个30块买一块钱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元 那如果是30跑到32的时候 它虽然是30升到30 这时候是贬值的 也就是说以前用30块 就可以买到一块钱的这个商品 这个商品叫做美元 现在又用32块 显然的就是32块 是要用更多的这个台币去买它 所以这时候 虽然30跳到30是升 但对台币来讲 它是贬值的 那相反的方向也是同样的道理 这时候常常会混淆 因为我们这个数目升上来 通常来讲 我们是用直接报价法 所以说我们这个数字升上来 就是贬值 然后降下去就是升值 好的 那另外我们这个在实物上 这个外汇在交易的时候 有几个交易术语啊 希望同学能够去了解 我们在这个交易实物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术语啊 有四个我们来提供同学做参考 第一个是hit 就是打出去的意思 这个寻价者就是卖方 以银行 他买汇的汇率 就是bit 就是银行 他愿意来买这个一块钱这个美元 他所出的价格 然后我们寻价者啊 能够卖给他多少钱 那这个被报价币给报价银行这个eurs 所以说基本上观念就是说 你这个我们这个从美国玩回来 你要将这个剩下的美元 要hit给他 你要卖给他 hit出去 那银行就把你bit进来 给你买进来 这是一个俗语 就是寻价者 如果是你要卖美元的话 就用hit这个字 那相反的动作 如果你要去美国玩 那当然我们寻价者 就是一个买方 那买方的话 我们术语上是用 T-A-K-E这个字 take 就是我们寻价者 我们要去美国玩 我们要买这个美元 那所以说银行就会卖出来 这个offer rate给你 那我们怎样子呢 我们来take 变成这个被报价币 变成我们mine 变成我们的 所以这个方向就是 一个是hit出去 就卖给他 你美国玩回来 hit出去 然后你这个要去美国玩 要把它买进来 take进来 这样的一个交易术语 另外就是还有all hit 这个观念是一样的 就是寻价者 这个我们通常是卖方 以市场上这个bid的这个rate 或所有报价 银行的报价 他卖出去 他全部all hit 全部都可以把将你剩下的这些外汇 卖出去 给所有挂牌的这个报价银行 那另外第四个all take 就是我们这个寻价者买方 以市场上的这个offer rate 这个所有报价银行 所报出来报价 那至所有挂牌这个报价银行 把它买入全部 把它all take进来 所以基本上hit是出去 take是进来的意思 那以上针对这个所谓我们这个hit take all hit跟all take 交易的书语做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想针对这个汇利 这个升贬值 这个升值appreciation 然后贬值depreciation 这样的一个变动 对一个经济的影响 那首先我们我想还是进一步的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一个立体 来说明这个升值贬值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外汇汇利变动的一个诀窍 就在这个地方 什么时候是升值的状况 什么时候贬值的状况 升多少percent 贬多少percent 那透过参考书的这个说明 同学来进一步了解升贬值的状况 首先这个外汇利变动的方向 第一个是升值的部分 这个台币升值的部分 appreciation 英文单字appreciation 升值是表示取得一单位外国货币 所必须支付的这个本国货币的数量的减少 这个应付的汇利的部分 或是一单位本国货币 所能兑换外国货币数量的一个增加 应收汇利的部分 那这个所以我们本国货币的升值 就是应付汇利的下降跟应收汇利的这个上升 那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本来我们买一块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元 需要32块 那如果我们现在如果台币升值 我们这个应付的部分就变少了 只要30 那这表示我们台币的这个升值 那用直接报价的方法 我们要付的这个台币变得比较少 就是升值的部分 那贬值的部分在逻辑上是刚好相反的 那个台币贬值的例子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这个台币贬值 我们这个英文就是depreciation 那贬值是表示 取得一单位外国货币所必须支付 本国货币数量的增加 这是应付汇利的部分 或是一单位本国货币所能兑换 外国货币的数量的减少 应收汇利的部分 所以如果一个国家 那这个本国的这个货币是贬值的话 它的应付汇利是上升的 而这个应付 应收汇利的部分是下降的 这样的一个了解 比如我们台币从32块 这个贬值到34 在我们应付的部分 我们要多付这个两块钱 34块 这时候就是我们台币应付的部分 它是贬值的 32到34 好的 那我们来计算一下 这个升贬值的弧度 有稍微不一样的概念 你要站在这个报价币的立场 或是被报价币的立场 它的升贬值的弧度是不一样 那在我们这个字卡上面提出一个例题 如果美元 与这个新台币原来的兑换比例是 1块钱的美元 有32块台币的价值 那现在如果这个新的交换比例 从这个32 跳到30 是表示新台币这个汇利有变动多少 美元汇利变动多少 同样一件事情 但是报价币跟被报价币 它的升贬值弧度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看到升值的部分 台币它的一个价值就是 我们这个分母的部分 就用32分之一 因为买一块钱的台币 需要32分之一的这个美元 那分值的部分就是新减旧 30分之一减掉 32分之一 除以这个我们原来的汇利 32分之一 那这时候我们台币就是升值 再乘以100%是升值的6.67% 那相同的公式 可是我们这个对象是不一样 我们是针对美元 它的一个价值 它的一个贬值的弧度 所以说它美元 它本来的价值是 所谓的这个32块 那新的汇利 这个台币因为升值升到30 30减掉32 乘以32 乘以100% 那这时候美元 它的一个价值 对换新台币的价值 它是贬值6.25% 所以是这样 它的贬值弧度 两个货币是不同的 好的 以上针对升贬值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概念 跟同学做例子的说明 那接下来比较实际的是 这个汇利对我们这个金融市场的一个影响相当大 那这一部分 想请这个郑老师来做比较详细的说明 汇利对我们一个国家的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 好的 那我们要了解到有关的汇利对于经济的影响之前 我们必须对于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有所了解 那什么叫国际收支平衡表呢 各位如果写过会计都知道 一家企业它有一个审议表 那审议表是记载一家公司在一段期间 一般来讲1月1号到12月31号 这一段期间它的收入有多少 费用有多少 到最后它的到底是亏损或是获利 就是审议表 那一个国家的审议表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 当然它就记载一个国家或是一个经济体 它在一段期间所有的经济交易事项 那所有的经济交易事项就会涉及到所谓的资金的流进与流出 如果你资金是流进来的 我们就记载代方 如果你的资金是流出去的 我们就记载这一方 那国际收支平衡表最主要 它是由三个比较重要的科目所构成的 第一个科目就是所谓的经常账 那经常账的话当然它下面还有几个分项 但是我们要了解经常账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进出口 也就是说我们出口的时候 我们的钱会流进来 那进口的时候我们的资金会流出去 第二个资本账 这个比较不是那么重要 第三个就是所谓的金融账 那金融账又分了两种 一个是长期的投资 一个是一个短期的 那长期的投资就是说 我钱流出去是到国外去 所谓的做买卖厂房 机器设备做投资 或是国外的厂商来到台湾做一个投资 这是一个长期的 那短期的就是 它可能钱流进来 是购买台湾的股票或债券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从这个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了解之后 我们来解释有关于汇率对于经济的影响 我们这个地方用八个方向来跟各位说明 第一个有关于汇率的变动 它会影响到所谓的国际收支 那国际收支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我们要了解 当外汇汇率上涨的时候代表是什么 台币贬值 那这个台币贬值的状况之下 台币为什么贬值 有两个原因嘛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出口小于进口 也就进口大于出口 这个是经常账的问题 那第二个原因有可能就是我们的金融账 也就是说我们的大部分的钱 是流出到国外去投资的 就像说中国大陆 在2014年开始互港通 那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 他就把钱汇到香港去做所谓互委托 或是投资中国大陆的一个股市 这个钱流出是寄在所谓的金融账 所以会造成我们所谓的 国际收支平衡表的一个下降 所以这个是有两个力量的一个拉扯 那第二个我们要了解 当我们的汇率下跌的时候 代表台币的升值 那台币的升值也是有两种状况 可能就是我们出口大于进口 这一个一股力量 那另一个就是国外的资金流到国内 这个是一个金融账的问题 但是我们这边所谓的汇率的上升 代表是贬值 这个是以所谓的直接报价的方式来思考的 如果是间接报价 像你如果能够研读到英国 他们所一些的教科师 这个如果汇率上升 就代表该国的货币是升值的 这个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 那第一个层面它是影响到 有关于所谓的通货膨胀 那各位如果有记得的话 我们实际上看到两个 我们都非常尊敬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我们的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 另一个就是我们央行总裁彭外兰 他们对于台币到底要不要升值 各持自己的意见 那对张忠谋他董事长 他认为台币应该贬值 有利于我们的电子产业的一个出口 但是我们的央行总裁 他认为说台币如果贬值的话 那会造成我们的物价的一个上涨 那这个物价上涨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大部分的人 举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的台币贬值 那我们进口的石油就会上升 那我想每一个人要去工作 或是出去的时候 都会骑摩托车或开车 或做公共饮食工具 那这个是对我们日常生活 影响比较大的 所以董事长讲的话 跟我们的央行 各持比键都有他们的道理 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 那当然汇率也会影响到 我们的经济成长 我们要了解经济成长就是GDP GDP它是由消费也就是吸 再加上投资 再加上我们所谓的政府支出 那这三个部分 我们一般称为内需 也就是说 这个像中国大陆现在在 发展所谓的世界市场 也就是在发展这三个项目 尤其是消费 那接下来经济成长里面 除了消费投资 还有政府支出之外 还有就出口在减进口 那出口减进口 这个就是所谓的 我们所谓的外需 那也就是说 在2008年中国大陆是世界工厂 他们的发展就是在出口这一块 这个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 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汇率 如果贬值的时候 有助于我们的出口 那出口增加的时候 当然我们的经济成长就会增加 相对的台币 如果升值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会减少 那相对的 它就会影响到 我们的GDP的一个下降 这个各位同学必须要了解的 第四个层面 我们在从资本的流动 那刚才我已经跟各位谈到 我们的国际收支平衡表里面 有最重要的就是有经常账 以及金融账 那资本的流进流出就是金融账 所以当汇率变动的时候 大家都如果我们看到某一个国家 利率要往上升的时候 钱就会往这个地方流 那这个地方往这个地方流 就会造成他们的汇率的 也就是说他们该币值的一个升值 那这个这个是在我们的金融账里面 那第五个层面 我们要跟各位谈到的 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我们的出口贸易 那这一块就是关系到所谓的经常账 那当然出口大于进口就是顺差 那进口大于出口就是逆差 那顺差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赚到国外的货币 那相对的 我们当然就是要减少我们国外的货币 所以我们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我们进出口 那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汇率的变动 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外汇的一个准备 OK 那第七个它会影响到国内利率的一个水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2014年的话 当时看到卢布 因为俄罗斯石油的大碟造成卢布的大碟 那俄罗斯为了稳定他们的卢布 所以他们在一系之间就把利率调高了十几码 十几码一码是0.25 这个是汇率跟利率之间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来第八个层面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到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国内的就位水准跟国民所得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台币贬值的时候 相对我们周围的国家 包括香港 汇率宾等等这些国家 他们的货币相对不贬值的时候 我们的出口会增加 那我们的出口增加 当然就会带动我们的就位率 那带动我们的就位率 当我们的就位率提高的状况之下 我们一般的所谓的工人 或是领薪水这一级的 他们的首得增加 首得增加之 首得就会增加 所以这个是一个层面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如果该国的货币贬值的时候 就是把本国的失业率输出去给那些 货币没有贬值的国家 所以我们一般会讲说 以林为后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的时候 周围的国家 货币也会相对的贬值 这个叫做货币战争 这个是有关汇率 对以经济影响跟各位说明 好的 谢谢郑老师这么详细的说明 我想我们金融市场 最重要两个价格指标 就是利率跟汇率 那由郑老师这样详细的说明 我们知道对汇率的一个认识 它的一个升值贬值涨跌 无形中都对我们经济造成若干的一个影响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想今天学习的第三个重点 我们要来踏上这个历史的这个里程 来看看我们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走势图 那从我们这个历史的走势图 大概就可以看出我们台湾从战后 这个六七十年来 我们这个台币 它在一个汇价的变动 跟它经济发展 甚至我们的一个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 过程的一个回顾 那首先我们这个 我们的质卡的部分 我们这个是从这个1961年开始 就是民国五十年 我们新台币是用一个固定汇率的一个价值 就是四十块的一个台币 换一块钱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元 这是一个固定汇率战后的一个开始 那这个阶段里面 之前在这个战后 我们这个台币 因为它相当的不稳定 在1961年民国五十年之前 我们整个一个新台币 它兑换美元的一个汇率 是相当的复杂的 包括有这个所谓的官价的汇率 结汇的汇率 还有市场的汇率 那这时候我们为了稳定 一开始我们这个台币兑换这个美元 是一块钱的这个美元 兑换这个五块钱的这个 所谓的这个新台币 那从这个1961年民国五十年开始 我们就将这些互杂的汇率 把它统一化了 就变成固定汇率的 一比这个四十的一个年代的开始 这是对我们国内 有很多三年级生 四年级生 很知道的一件 这个我们汇率的一个固定的一个image 就是四十块 四十块的年代 那这个一比四十的年代 一直到我们这个民国六十年代 出现了两次的石油危机 那时我们这个 我们台币对这个美元 做了两次的一个所谓的这个升值 第一次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的时候 政府宣布 因为这个汇率基本上 还是在央行控制的一个范围里面 他政府将这个新台币 从这个四十块升值了5.26% 到这个一比三十八 那第二次的石油危机 在1978年的时候 我们第二次的政府宣布 把这个他的新台币 再升值5.56% 那到了一比三十六的时代 这是民国六零代 有经过两次的这个石油危机 使得我们这个新台币 它做了一个 一定弧度的这个升值的状况 两次的升值 那不过一直到了民国七十年代 这个初期 我们这个台币 跟这个整个一个全世界的市场 因为由于世界的不景气 我们这个台币又回到 大概这个一比四十这个上下左右 在这边一个贬值的方向 一直到我们这个民国 这个七年年代的中期之后 我们台湾的这个经济 产生巨大的变化 包括我们这个股市第一次上万点 民国七十九年 这时候我们的台币 来到相对历史的高价 来到我们这个1992年 这个我们的这个7月9号 我们台币的历史的一个最高价 是一块钱的美元 只要24.507 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货币 那接下来经由这个阶段之后 我们又卖入了这个90年代 这个包括这个美元 这个一些的问题 还有我们这个亚洲这个金融风暴 以及这个2000年 这个千禧年的一些问题 使得我们这个 这个新台币兑美元 这个会始终在一个变动 一个当中 那基本上我们这个 这个字卡就告诉我们 这个新台币兑美元 它的汇率是相当的稳定的 从这个40块 我们最高价来到24块 那这个升贬值的弧度 只有40% 好 以上做这样的一个说明 那今天谢谢各位同学 以及各位观众的收看 一并谢谢郑老师